這個聯準會要升息 然後呢 今天這個本土確診的案例暴增 結果呢 外資今天又賣了四百多億的股票 事實上今年以來 外資在臺股 已經賣超五千多億了 造成臺灣股市 今天是股會雙殺 對最主要是因為聯準會 三月的會議紀要一出來以後 大家真的嚇死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會議紀要當中 他很明確的談到縮表這件事情 連規模都說出來1.1兆美金 所以大家很明確的就知道 接下來升息的速度 只會更快不會更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美股整個基本上是大逃殺 所以外資我看是 夾著尾巴跑 基本上最近賣超的金額 力道非常大 剛才林冠妮講到 今天又賣超了 超過四百四十億 絕對進入 這個外資賣超的前十大 而且最近賣超的名單當中 我們很仔細看到 台積電 聯電 晶圓雙雄 IC 設計 聯發科大的全資股 即便過去沒有什麼跌的 紅海照樣賣 所以這個看得出來 外資對提款的態度 是非常非常堅定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也看到就是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說 經濟來主導政治 但是這一次我們發現 大家的態度很明確 惡烏的事件當中 我這個影響 我覺得也是影響到全國經濟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你看到麥當勞 可口可樂退出 高盛 退出 UNIQLO退出 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全球在反制俄羅斯 我們台灣也一定要加入 對不對 包括我們也開出了 類別跟清單 我們自己的半導體產業 也不要過去 當然這個部分也會影響到 整個晶片短缺的狀況 所以整個三月 交期是大幅度的一個拉長 那現階段來看呢 當然對於半導體產業來講 設備的一個發展變得非常重要 你看艾斯摩爾之前說設備很缺啊等等 沒有錯 我跟各位講 所以他現在也到韓國要去跟他談 這個園區的一個設立 怎麼樣來開更多的一個設備廠的合作 那在這當中 我們也可以關注一下 我們自己在IC設計產業的一個發展 現階段來講 我們已經進到全球的這個前三名了 那所以你會發現說 像最近呢 這個台積電呢 似乎未來有機會南瓜全球的一個晶圓代工 為什麼因為NVIDIA他的新產品四奈米的 就是要交給台積電 為什麼 因為三星自己本身的一個製程的良率 並不夠好啊 那不夠好到什麼情況 就是三星自己現在中階的Galaxy的一個產品 也要跟聯發科來合作 而且甚至未來他可能高階的產品 是不是也會找聯發科 目前看起來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 不過雖然最近這個聯發科 這個有這麼多的 聯發科今天也破底 對 有這麼多的好消息 因為他自己也在講 他要開始擴張除了中國以外 包括美國 歐洲 韓國的一個市場 原因很簡單 中國的一個市場快速的在萎縮 尤其是疫情的關係 就江湖傳說中國砍單 砍得非常嚴重 這一個他通路庫存一大堆 對 沒錯 所以他不開發中國以外的市場 他可能要修正很大幅度 他現在客戶的庫存可能六到九個月 所以聯發科的股價在跌 當然跌下來以後 會出現兩個現象 第一個本益比偏低 第二個殖利率偏高 但各位別忘了 本益比跟殖利率計算都是過去的獲利 我跟討論你一個 一般人對殖利率的迷思 昨天晚上十年起工在殖利率已經2.6%了 那就是說 如果你沒事放美元的話 其實你要拿到2%是蠻容易的 那台股很多殖利率都是去年的獲利 如果他今年衰退 那你用現在的股價除以今年的獲利 那個殖利率 還是現在一大堆財經媒體在寫的去年數字嗎 所以像這個聯發科的殖利率8% 那這麼好的公司 那是去年嗎 那如果用今年的獲利到最後還有8% 會不會是不到2% 所以外資跳出來警告一件事情 你不要看到他本益比低 還有他的殖利率高 這是不是在暗示你 他下半年跟明年的狀況 會比現在更糟糕 所以這件事情也提醒大家不要隨便去接掉下來的刀子 那因為現在封城的情況也持續的在影響 我們講到升息 現在還包括疫情 昆山的部分封城 很多的台商受到了影響 尤其是現在整個PC版業 包括星星啊 台光電也都跳出來說 這下不知道怎麼辦呢 因為包括電影這些 他們做PCB版的 因為他當時在那邊很仰賴當地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個部分都影響到台股 今天那個修正那是不是說一粒就跌一點 這個當然我覺得也是數字的巧合 不過看起來確實 大家對於整個影響帶來很大的衝擊 尤其是晶圓雙雄 你看台積電持續的 幾乎我看接下來應該破敵的可能性很大了 那是不是現在要去承接 我沒有那麼樂觀 我覺得大家要不要先再觀望一下 因為畢竟進入第二季跟第三季 我們很難看到在半導體業的好消息 我這要提醒大家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承接的話 可能你要等到接近第三季 那因為現在連聯電也出現這樣的情況 先進製程 成熟製程都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更糟糕的是 原本大家認為跌無可跌的大力光 應該不會再跌了吧 沒想到這一波的修正 他一樣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體來看智慧型手機 我真的擔心整個產業的一個蕭條 會不會開始產生 因為你從大力光來看 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而且原本我們一直認為說高毛利 像聯發科一直說 他的毛利不會受到衝擊 我擔心的不是他的毛利 我擔心的是他的營業額 雖然他覺得說他的技術還在上面 所以他的一個修正 我覺得也是一個警訊 那本來最近大家很開心的 覺得說要解封了 那像長榮行會上來 可是我這裡也擔心的 除了疫情之外 還有一個是油價 會不會給他帶來影響 我覺得大家要注意 然後包括高價股的部分 以吸力為首也在修正 目前來看市場上能爆的股票 大概只剩兩類了 第一類就金融股 所以為什麼招風機長 第二類就電信股 反正漲也不漲 跌也不跌 所以看來市場 還是有一些危機存在 大家還是要稍微謹慎小心 好 我們稍後回來